第四部分 一共十个题,每题听两次。 三十一 你好,我想借这本书。 好的。 我可以借多长时间? 一个月。 他们在哪儿? 三十一 你好,我想借这本书。 好的。 我可以借多长时间? 一个月。 他们在哪儿? 三十二 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 您看这个可以吗? 好。 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一句话,是吧? 对,但不能太长。 好。 就写祝你生日快乐。 女的在买什么? 三十二 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 您看这个可以吗? 好。 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一句话,是吧? 对,但不能太长。 好。 好,就写祝你生日快乐。 女的在买什么? 三十三 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 在家休息。 在家休息,看看书,上上网,有时候也去打篮球。 是吗? 你也喜欢打篮球。 你也喜欢打篮球。 当然了,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三 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 在家休息。 在家休息,看看书,上上网,有时候也去打篮球。 是吗?你也喜欢打篮球。 当然了,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三 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 在家休息,看看书,上上网,有时候也去打篮球。 是吗?你也喜欢打篮球。 当然了,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三 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 在家休息,看看书,上上网,有时候也去打篮球。 是吗?你也喜欢打篮球。 当然了,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三十五 明天你去送女儿吧,我要早点去公司。 我明天早上也有个会。 那还是我送吧,我们早点出门。 好,我明天可以早点下班,我去接她。 他们是什么关系? 三十五 明天你去送女儿吧,我要早点去公司。 我明天早上也有个会。 那还是我送吧,我们早点出门。 好,我明天可以早点下班,我去接她。 他们是什么关系? 我明天不及时期待会。 我明天不及时,我还是要打招呼。 所以,你能打破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